刚才耳朵的痛了一下,我突然看到,像个虎鲸样的东西, 飞过来,还带着,有时看骨骼好像有点弦转,有时看着没弦转, 这个是一颗炸弹的,二战的时刻,打出去一颗,后来这颗弹就射中了,跑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了, 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,现在还在跑, 还在跑,还在跑,这个就是说起来,那个就是记者比较落后了, 但是里面弹药还在,弹药还在,所以如果这样知道什么东西的话,也是挺危险的, 看到这样的话,我手一指,手一顺,顺过来,把它带住了,把它抓住了, 把它抓住了一个,然后给外星人发信息了,看看谁在离我这里最近,有没有飞电离这里最近的, 因为最近的飞碟就把我抓住的炮弹 把它弃走 这个是个反弦一下子来的飞碟 一动就带走了 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二战的时候 发生过很多的淋漪事件 所以今天就冒出了很久以前的一个炮弹 是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把它结束掉了 知道了 再见